瑞穗国中校门口正对面的闲置空间杂草重生 瑞穗社区办协会主动向商工所争取润养 同时也号召社区民众花了一个多月时间重新整顿植栽美化 让整个闲置空间焕然一新 在现环保局幸福花园城市计划现看考核时 社区强大的邻居力也让评审团高度肯定 瑞穗国中校门口正对面的这一块闲置土地空间 经过瑞士社区发展协会的努力诊断下 开阔环境花草树木景观宜人 成为了社区居民不愿路过错过的美景 就连前来现场考评的评审团也大力赞赏 主要是说利用这种大家美化环境 美化环境的时候同时能够是邻居社区的意义 这个才重要 美化环境打得好嘛 不到一分地面积大小的闲置空间 现在花圃绿地蜿蜒不道 实在很难想象之前杂草重生 荒烟漫潮的景象 瑞穗社区发展协会总盖师张佩盈说 在社区居民的共识之下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一点一滴慢慢整顿改善 让整个环境空间焕燃一新 很感动的是我们这一次我们社区 动用的志工应该超过200人次 我们要来拔从刚开始的 从拔草到剪石头 整地然后面的彩绘围墙 种花到现在后续的维护 重新活化社区闲置空间也改变了社区生活环境 因此瑞穗社区发展协会也特别参加 县环保局幸福花园城市计划 希望借此让社区的努力能被看见 县环保局指出去年第一届幸福花园城市评比 启动美化社区的良好效应 今年再度来办理 全县就有将近50多个社区部落来共襄盛举 活化闲置的土地空间也优化自己的生活环境 记者是玉兰瑞社采访报道